詞曲 李宗盛 可以喔 我們剛才講到 我們之所以會造業 來自於三個層次 三個邊緣 我說這個是我自己透過分析 這樣講的 經典裡面沒有這樣講的 但是無知造業這個是經典有講的 一切的災難 一切的痛苦 都是因為無知 那無知就是無知 不知善惡 就是無眠 不知善惡 不知業報 不知因果 不知人情 不知無我 但是從這個無知裡面我們會發現到 我們雖然知道 我們雖然知道這樣不可以 可是有時候我們還是會做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力量 我們在控制自己的心的這部分 也沒有力量 煩惱起來了 煩惱有視力 一樣是我們的心 一樣是我們的心 我們通常在面對境界的時候 一個就是誰是我們的心 誰是我們的煩惱 我高興就好 我喜歡就好 那這個是很多是因為無知 他也不知道這樣是錯的 那麼就算他知道錯 這樣不可以 是不是他就可以不做呢 很明顯也沒辦法 對不對 我們學了火之後 我們從火法裡面知道很多 應該做跟應該不做的 不應該做的 可是我們是不是 每一次應該做的我們都做 不應該做的我們都不做 你明白嗎 為什麼 你明明就知道這樣對你很好 你為什麼不做 你為什麼就知道這樣對你不好 你為什麼還做 因為我知道但我做不到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啊 對不對 很明顯 最明顯的就是 當我非常生氣的時候 我知道罵人不好 可是 可是罵人以後會不好 你罵我現在就不好 對不對 那沒辦法啊 控制不了啊 所以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他要努力 內在善跟惡 善心跟惡心 他在增長 他在拉承 那個蘇格拉圖說 理性跟感性 這樣他不交戰 通常都是感性人 感情的部分 情感 所以我們必須要訓練我們自己 冷靜 安定 理性 在沒有進階的時候加強訓練 那個時候讓心養成一種習慣 習慣性 有力量 所以你平常去到場 打坐聖經念魔 或是在自己家裡 把聖經持坐 持坐 打坐 都是在沒有進階的時候 訓練自己的心 讓心經常有這種力量 慢慢你就會控制自己的心 所以學佛越久 越能控制自己的心 如果你學佛很久 還不能控制自己的心 那就表示你學錯了 或是你愛學不學 有學沒學的 就是沒有努力學 就看出聽不懂 就像你讀書讀了那麼多年 還不認識幾個字 那要不就是你老師懶惰 要不就是你懶惰 對不對 那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你學了佛 有了正確的方法 你的心會越來越有力量 我們說學習要掌握三個技巧 這個要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怎麼樣讓我們因為學果之後 那麼我們更有力量 那麼未來會更含 那麼學果一定要掌握 就是你學習 不管你學習什麼東西 特別是學習法法 一定要掌握三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正確 你學沒有正確 所以你又知道什麼是善的 什麼是惡的 像那些有一些外套 佛陀時代就有 他安靜就競載了 那麼他賺了錢之後 殺很多羊殺很多牛去禁神 希望能夠得到更大的胡霸 結果這樣能夠得胡霸嗎 沒有 殺牛殺羊祭天 佛陀說這個行為我不稱許 為什麼 你本來 你沒有錢 你殺一頭羊 你有錢 你殺一百頭羊 你以為福報更大 供養天神嗎 天神又不吃這個東西 你不知道嗎 你不知道 所以福無戒指 罪無虛擬 福報不正確 所以不正見 那麼福報 福無戒指 福報沒有一顆戒指 戒指很小很小 芝麻也很小很小一顆 罪如虛擬 你看他 因為他一直做完 他為了更有福報 今年殺一百頭羊 明年殺兩百頭牛 他希望更多 因為他賺錢 他以為是天神庇護他的 他就造很多業 像有些人 哇 喜事 那麼殺豬載羊 願請兵科 好是好 你請這些人吃飯 好是好 但是功德不大 你殺著一些眾生 那麼是誰在受 誰在造業 你造業 是誰要受爆 你受爆啊 可是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啊 所以你會很願意做 今天請五桌 明天請五十桌 明年請一百桌 那不是越造越大嗎 可是你為什麼會這樣做 你不知道這樣對你不好 對你未來不好 你不知道啊 所以罪如虛名 這個是佛法講的啊 所以 你第一個一定要正確 修學的 修學的東西一定要正確 修學的佛法 你一定要先有正見 要分別什麼是善什麼時候 什麼是正確的 什麼是不正確的 八正道第一個就是正確的 你要了解 第二個就是 你要跟你適合 就是你要相應啊 一樣是修 那麼有些人 修這個比較相應 比如說有些人 比如說要讓心安定 有些人修不敬觀 對字貪欲 有些人修主習觀 有些人修念佛 那你要相應 就是你適合 就像你吃飯也能飽 吃麵也能飽 吃餃子也能飽 吃麵包也能飽 可是你習慣吃什麼 對你身體比較好 你就吃那個嘛 一樣嘛 可是你要吃到有毒的 你不會變這個有毒的 或是這個不能吃的 這個會過敏的 那麼你就吃了 吃也能飽 但是後果就會有什麼 後遺症 有副作用 就這樣了 所以它第一個就是 你要先有正確的選擇 然後做了之後 跟你的身心適合的 就是它不會往不好的方向走 不會有副作用的 不會有後遺症的 那麼這個 這個就是什麼 適合 之後就是怎麼樣 要相續作 要純熟 要讓它一次又一次 所以你看念佛 它就要落一日到落七日 一樣 那麼你觀呼吸 呼吸長呼吸短 一樣要落一日到落七日 就是要不斷作不斷作 常常作瘦瘦瘦瘦 你聽了正見之後 你要塑塑思維 一樣啊 要一直做 你不是說一天兩天 沒有要常常做 常常做 做到你很熟 做到 做到 你的佛法 就跟你的血液一起流動 跟你的呼吸 跟你的呼吸一起律動 就是說 跟你的呼吸一樣 你不能沒有它 你可以短暫沒有 一下子沒有太久沒有 你會自喜 你血液可以短暫不動 你一下子太長時間不動 它就會沒命 跟你的心跳一樣 你可以一下子不動 你太長不動 你也會沒命 那你的佛法就必須 要跟你的心跳一起跳 跟你的血一起流動 要做到這個地方就是非常純熟 自然而然 看到這個境界 你就往佛法的地方跳 你不會往世間的地方下嗎 你就會知道我要忍路 我要慈見 我要布施 我要起慈悲心 我要起智慧 這個不是人家教你的 是你自然而然 直接第一法定就這樣的 你又訓練到這樣的地步 你就安心了 我告訴你 真的 那麼 這個最後就是要純熟 那你要自己好好想 那麼我們學習佛法之後 有沒有朝這個地方 是不是符合這個 好 那我們再回過回來 講我們會造業 第一個對應就是無知 那麼它並不是一下子什麼都知道的 而是漸漸漸漸漸知道的 以前不知道這樣不可以 現在知道這樣不可以 漸漸漸漸知道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越來越清楚 以前知道是知道 只知道的輪廓 只知道的大概 現在不是 現在非常清楚 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那麼知道最清楚的 你就瞭解緣情 或因有緣 整個因 整個緣 所有的因 所有的緣 你就瞭如指掌 當你完全清楚的時候 你不會欺凡他 因為很多事情 當你能夠完全理解的時候 你就會充分的亮點 真的 你慢慢想這個道理 所以 你無知通過之後 就是一般常常 最常因為就是無知造業 再來就是因為無力 我們剛才講過 你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 你要有力量 你必須正確適合存手 他就有力量 你沒有存手 他沒有力量 我這樣舉個例子 你家裡有兩隻狗 一隻白狗 一隻黑狗 這白狗 這黑狗 天天大雨大落 一天三餐 偶爾還宵夜 小吃得非常壯 這個白狗 三天才一餐 又沒有什麼 數量也很少 又沒什麼營養 有一天兩隻狗要打架了 那個白狗難打得很黑狗 我們的一樣 我們的善心跟惡心 你常常起煩惱 煩惱很有力量 那個善心沒有力量 那個善根沒有力量 那 進界來了 知道不對 知道不對 善心 善心是慚愧心 最基本的 慚愧心 知道這樣不對 不對就不對 可是 我就沒辦法 控制不了 黑狗來了 怎麼不對 就去了 雖然不對 但是怎樣 你打不過黑狗 你一樣是你的心 煩惱心也是你的心 要起煩惱的也是這個心 不起煩惱告訴他不可以的也是這個心 告訴他沒關係的也是這個心 最後通常都是沒關係 對不對 對 你就打輸了 就打仗 就像一樣 一人萬人禮 你這個善心要跟很多煩惱心打仗 你為什麼打不贏 你想想你偶爾才念佛念法念生 偶爾 到道場才有 在家裡面偶爾 常常都是煩惱 你把一天 你回去 現在想要想想 一天24個小時 做夢都不要算 那麼沒有做夢的 從清晨起來到 你善心 大概起了多少次 煩惱起了多少次 那麼你就會發現到 那個白狗三天才一餐 那個黑狗一天有三餐 是不是 你怎麼樣當進界來的時候 當進界來的時候 你怎麼可能會有力量呢 有力量 所以為什麼要我們二六四中念佛念法念生 我們不太可能二六四中念佛念法念生 但如果你真的可以 你真的可以做到二六四中念佛念法念生 那你一定是不退轉的 為什麼 很快就成熟了 對不對 那你不用到淨土 你只要在蘇果世界 你能夠二六四中念佛念法念法念生 不要二六四中睡覺的時候不算 但是如果你 醒的時候都在念佛念法念生 我告訴你 你睡覺的時候也會念佛念法念生 真的 我有一次我就說過 以前我剛去受禮劍 那很讚 剛剛受禮的時候都非常讚 要持禮 真的 他的心都很明明 那有一天 因為我很早就吃素了 我是八卦吃素 有一天我做夢 因為我都不吃肉 以前吃素會特別看 這個有沒有肉的成分 那後來看到以前也不吃蛋 以前不知道 看到裡面就研究很久都看 軟鈴子有軟不吃 軟鈴子就不是軟啊 但是以前不知道 所以這個不能吃 軟鈴子是打豆的嘛 但是以前不知道 因為以前很謹慎你知道嗎 就是軟鈴子 哎呦 軟 我要吃 有一天後來夢見在吃肉 夢見在吃肉 吃一吃 我怎麼在吃肉 我不可以吃肉 怎麼辦 我已經犯見 後來醒過來 還好是做夢 多高興啊 真的 這個是我的經驗 後來就很慘 那我要怎麼辦 已經吃了怎麼辦 以前觀念不對 以前你覺得吃素 吃了肉就會破壞 以前的觀念是這樣 後來我就記得 哎呀 糟糕 在夢裡面也很唱的 在夢裡面也很唱的 後來起來才說 我原來是一個夢 哇 多高興啊 原來不是真的 你看你即使 你如果在佛法裡面 你醒的時候都是這樣想 你做夢的時候 你也會躺在那邊想 真的 但你就會有力量 你就非常有力量 在境界來的時候 那個觸 觸就是最初的 遇到境界的最初的心理法律 佛法裡面的觸 跟陳世和有聲觸的觸 最初的心理法律 你第一個法律就是跟佛法相應 跟靈相應 因為你習慣了 就跟你的呼吸一樣 稍微空氣稀薄了 你都知道 真的 呼吸不到空氣 你就大力呼吸 一樣啊 這個就是 讓你有力量 有智慧 最後還有一個 會讓我們照樣 這個是 這個是 不知道這樣是錯的 這個是 知道這樣是錯的 但是 你還是會去做 控制不了 這個是 知道這樣是錯的 無奈就是被逼迫 被人被環境逼迫 被逼的 我們什麼時候 這個就是沒有 這個是沒有善根 善根不厚 這個是沒有善源 這個是善業不足 這個是善根還不深厚 所以有貪有餐有吃 尤其是吃啊 所以是吃 吃的這個善根沒有 就是不深厚 一般來講 人都有善根 因為他是善業 他是善道 善道的一定有善根 一定有善根 沒有那個沒善根的 但是 善根是有 但是 有沒有行程力量 那是因為有事 那這個是 因為善業讓你 讓你沒有辦法 你的心力不足 那這個是什麼 我們說這個是 這個是 你不知道這樣是錯 因為不知道是錯的原因 你就會一直做 有機會就做 有因緣就做 叫我去釣魚 我有空就去釣魚 那 釣魚的行為不會改變 只有那個釣竿會改變 換另外一隻釣竿 換更好的釣竿 換地點 換釣竿 但不會換釣魚這種民樂 為什麼 至少它是一種高善的民樂 高善的休閒 對不對 然後你也變狠 但是你知道之後你就不會 那這個是 這個是你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這個是你已經知道 學了國之後 已經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當然是 你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讓自己不做錯 沒有力量 心沒有力量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 你已經知道錯 你也不會去做錯的事 你也不會去做錯的事 當然是 當然是 因緣必須要去做 就好像 舉個例來講 就是說你知道騙人不好 或是你知道害人不好 但是你如果不知道我的話 我就要殺你全家 我就要對你怎麼樣 那你要說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不對 你明顯知道 你明顯比如說 好去搶劫 不是騙人不好 不是騙人不好 你明顯知道這個是不對的 你也知道這樣 你也會 對不對 但是 那麼 你也可以 沒有事 就是你沒有進階的時候 你可以讓自己 你完全知道 你也不會去做錯 你平常不會去做這種事 你知道不能做 你也可以克制自己不做 當然是 在某一些特殊情況下 你就不得不做 你會 就好像 比如說 發生災難 那麼 一般我們是不會吃人肉 對不對 可是沒辦法 那時候 你要不要吃 被逼 他威脅你全家 如果你不這樣做 那麼 我就要殺你全家 那麼 你會被逼的情況下 有時候 你還會去做 就好像 舉個例來講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這個女孩子 那麼他生了一個小孩 他是因為他是 先生已經走了 那麼 也是好像是沒有多久就走了 然後他要獨自保養這個小孩 他又沒有錢 他自己餓沒關係 他知道偷東西是不好的 他知道偷東西是不好的 他自己餓 他也不會去偷東西 但是他的小孩餓 他的小孩餓苦 他沒辦法 他不忍心看小孩死 他就去偷東西 要給小孩吃 那有一些要偷藥 他自己是不會偷 他知道不對 可是因人所逼 無奈 他就會去做 那這個就是什麼 你的善也不去做 善略不夠多 那通常 我們照會就做三種方式 你想想是不是這樣 通常是這樣 所以你必須 怎麼樣避免這種情形呢 就是說 你自己要多造善略 那麼多修學佛法 讓自己的心有力量 自己第一個自己 多修學佛法 你不會有無知的情況 你很清楚 你有政見你聽不知道 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 什麼是惡 什麼善略會有什麼惨略 什麼惡略會有什麼惨略 你訓練自己的心 讓自己的心有力量 那你也朝這個力量去做 而且你廣結善略 你不會有那種惡源來逼迫你 必須要去造惡略 不會有那種無奈的情況下 必須要去造惡略 你不造 但是不由得你不造 舉個例來講 發生戰爭 你拿著槍 你一定要去殺敵 你不殺敵人 後面那個人馬上把你殺死 真的啊 那你要不要殺 你要殺啊 不然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 但是如果你有這個很大的善源 就算你去當兵 你也去當救護兵 你只救人不負責殺的 只負責救人 是不是 是啊 但是你如果你的善源不好 就不是啦 你就會遇到一個他就要你去殺敵人 真的 所以有時候會無奈 無奈是因為你的善源還不夠多 所以我們通常 善跟福的因緣 要多結善源 要多造善源 要多發善源 這樣 這樣 那麼最重要的是 你要多理解佛法 這樣可以讓你避免 你知道你自己不會造怨 你也可以控制自己不造怨 你也可以不受別人逼迫去造怨 造惡怨 這樣 這樣 你的佛法的路 就穩定了 你一定是向上向上向前 走起來就順了 要不然你要很有力量 好 那這個是我們 從這個久修善根 久修善根不容易啊 長遠節都要這樣做 我們做個三十年我們都懸採了 真的 我常常教人家要修三千善 因為我自己是從三千善修上來的 就 因為就是要做三千件善事 以前我看很多到家的書 那些英國的書 從三 你看修三千件善 三千那麼多 你起三千煩惱都不嫌多 你造三千件惡事你都不嫌多 造三千件嫌多 當你在受苦的時候 你都覺得一個都太多 對不對 連接二連三的受苦 你就嫌多 為什麼接二連三的做善 你會嫌多 對不對 那你現在不接二連三的做善事 行善行發善願 造三約 你未來就會接二連三的受苦 因為你覺得你真的造善 所以你自己也有這種絕造力 好 所以久修善根 正無礙智 無礙智一般來講 那麼是叫做事無礙智 我們來這裡還可以講 把這個講完 這個解身密簽裡面 基本上講五世俱主 成熟相去多修盛解 就是對於佛法有很深刻的理解 以能積極 以能積極 不是這個極啊 寫錯 積極 累積 善品福德的智慧之良 所謂的善品都是菩薩道的 菩薩道的福德智慧之良 好 那麼這裡講到 這個是講到解身密簽的這個 解身密簽講五世俱主 般若智講什麼 剛才講的忘記了 有沒有忘記 講什麼 素食三多 把它記住 好 那麼這裡講到四無礙智 這個無礙智基本上就是四無礙智 佛跟菩薩都有四無礙智 就是說法的四種能力 法無礙智 法慈義 就是說 一個是法 一個是義 一個是詞 一個是樂說 就四無礙智 法就是教法 對於一切的教法 他都能夠通達 那麼 仁天道 解脫道 菩薩道 四千法 出四千法 戒法 定法 那麼 這個聖義法 世俗法 他一切的法 那麼了解一切的法 那麼法基本上 我們說到法 主要有兩個概念 法主要有兩個概念 一個就是 真理 一個是正得真理的方法 一個是真理 真理是法 所謂見法 見法是見到真理 那緣起 無我 那麼這些是法 那麼一個是怎麼樣見緣起 怎麼樣 怎麼樣正真理 正真理的方法 八正道 所以 這個緣起 無我 這個真理 這個是法 所以像法 水法行 法水法行 法 就是什麼 就是真理 見到真理 怎麼去見到真理 水法 他也是法 那有時候也叫做法 那麼這個像八正道 三十七道平 那主要是這兩個概念 真理 以及正真理的方法 那如果從眾生 調腐煩惱這邊來看 那麼 因為眾生主要有兩個煩惱 一個就是無名 一個是貪案 從無名來看 就是不知無我 那個就是真理 無我是真理 正得無我的方法 比如說 觀無用無我 怎麼觀 那麼 八不中道 那麼這些 觀無用無我 苦空無場無我 這個就是正真理的方法 見無我的方法 一個是貪案 怎麼樣觀貪案 那這個一個就是 比如說戒定位 或是說少益之主 這一些 那麼這些方法 那麼他就是八正道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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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從眾生的角度來看 一個就是 這一些 從眾生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無名 一個是貪案 從無名的角度來看 就是 那真理 以及正真理的方法 那麼從眾生 調補貪愛的角度來看 那麼一個就是 因為他會讓你受苦 淪迴 淪迴就會受苦 因為無名就會有貪案 因為貪案就會造業 因為造業就會受苦 會淪迴 會有生死 那麼從眾生淪迴的角度看 從眾生淪迴的角度看 那麼就是苦 以及離苦的方法 就是怎麼樣 為什麼會受苦 了解為什麼會受苦 怎麼樣可以不受苦 不受苦的方法 以及究竟不受苦 那麼基本上 什麼是苦 就釋定 什麼是苦 為什麼會有苦 為什麼會有苦 怎麼樣可以不受苦 做到怎麼樣 才可以徹底究竟不受苦 那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釋定 釋定 那麼這個也是法 那法就是你了解 不管是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你了解這個法 我們說這個法 然後有世間法 世間法 初世間法 世出世間法都有 解脫道 菩薩道 這種種的法 真理 正真理的法 義就是它的意義 這個法裡面比如說五運 它是在講什麼 五運無我是什麼 緣起是什麼 那麼色受想情是色是什麼 獸是什麼 什麼叫色不一空 什麼叫空不一色 比如說色不一空空不一色它是法 那它是什麼意思 它說義 你了解這個法 你必須知道這個法的道理 它在說什麼 因為它是告訴你修行的次第 那你必須要理解 那如果你不理解 那麼你這樣就沒有作用 很可能會錯誤 所以義 它能夠解說 清楚明白的解說 這個法的內涵是什麼 那麼這個就是義 叫做義無礙 無礙就是沒有障礙 就是它很能通檔 通測 那麼詞 詞基本上就是 它可以用各樣的 你聽得懂的話 比如說它可以講台語 可以講國語 可以用你 它會用你聽得懂的話 言詞 名詞 就是說 因為一般有一些佛法 它講得很深奧 我們聽是聽的 可是聽不懂 它會用你聽得懂的話 然後你能明白的話 然後告訴你這個法 以及這個法真正的道理 內涵在哪裡 所以這個詞無礙 一般就是說 它用各式各樣的方言 各式各樣的語言 其實重點是 用你聽得懂的話 比如說 你對 只會講客家話的人 講女男女 他怎麼聽得懂 你對 你對不懂英文的人 講英文 他怎麼聽得懂 那麼就算 就算 他一樣是台灣人 一樣是客家人 口音不一樣 有時候有些也聽不懂 所以他會用你聽 但最重要的不是 口音的問題 不是語言的問題 是你聽得懂聽不懂的問題 所以這個詞無礙 其實就是 他會用你聽得懂的方式 來告訴你 你要怎麼做 怎麼樣是對的 怎麼樣是不對的 你要做到什麼程度 那麼這個是所謂的詞無礙 它沒有障礙 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他沒有障礙 最重要的 後面的就是 熱說無礙 他就是 常常在說法 那麼熱說無礙 就是沒有障礙 那麼就是 很喜歡為別人說法 那麼這個是所謂的無礙 沒有障礙 好 那麼這個都是在講菩薩 只有菩薩會這樣 也只有菩薩才要久修善根 因為成果的善根 成果的善根跟解脫的善根不一樣 一般學習佛法有三個 一個是聖天 人天 聖天 或是人天 人天福報 叫做人天道 我們寫一下 佛法裡面主要是三個趨向 人天道 解脫道 跟菩薩道 主要這是很多 我們學習的佛法 一般叫做五秤 但是基本上就分三個而已 所有的佛法 所有的佛法他不外乎是 人天道 一定不割三二道 站在不割三二道的基礎上 因為我們是人 那麼這個過去就是三二道 阿修羅有時候也放在二道裡面 一般是講五道或六道 那人天道 人或天 那麼這個是世間法 這個法裡面 就是一般人學佛他也不一定要解脫 他不一定要解脫 他只是希望過幸福快樂的日子 未來升天 到沒有痛苦的地方 這個叫做世間法 人天道 第二個是解脫道 解脫道是出世間的 這個都在世間裡面 六道三間都在世間裡面 他出世間他不能為了 他不能為了 出生死 解脫道是出生死 這個是過好的生活 他有生死 但是過好的生活 活著的時候過好的生活 死的時候也不會難過 那麼這個是出世間 出世間法 這是佛說的法 那麼這個是出世間法 另外一個是菩薩道 這個是世出世間法 這個是世出世間 他不攬著這個世間 但又不離開這個世間 就在這個世間行菩薩道 但這個要久修善根 這佛法有一個P 你今天要去無離遠的地方 要過一天 你就帶一個便當 中午過後就回來 你就帶一個便當就夠了 那麼就是 你去的地方 比如說要八個小時 那你中午要吃飯嗎 會餓嗎 所以你就帶一個便當就可以 或是帶一個便當就可以了 那你現在要去遠一點的地方 要三天 你要三天的便當 你要三天的便當 你如果要三個月 那你要累積三個月的便當 比如說 你從宜蘭 你從宜蘭 不要說宜蘭 你羅東要去宜蘭 那你中午就找一間 帶一個錢 中午可以吃便當的錢 吃餐廳的錢就好了 那如果你要去屏東 就不一樣了 你還要高鐵的錢 還要過夜 還要住宿的錢 因為去很來很遠 還要過夜了 回不來了 那如果你要出國 那就不一樣了 那你那個行李 你到宜蘭 你不用拿東西也沒關係 有也是一個小袋子而已 對不對 那如果要到屏東 就不是一個小袋子 要一個手提香 或是一個比較大的袋子 如果你要出國呢 那就不一樣了 要看出多遠 那你基本上就說兩三個錢一下 那一樣 所以你行菩薩道的話 因為他 他的要比較大的資料 就像你蓋一個草屋 蓋一個一樓的房子 蓋一個淤淋的大樓 你要的鋼筋水 你料不一樣 那你都要籌備這些東西啊 所以菩薩道基本上要九修三根 要很有能力啊 那仁天道呢 仁天道也要 也要 但不要那麼多沒關係 就足夠了 所以這裡五屆十三 這裡五屆就夠了 這裡五多三二道五屆就夠了 但是要過好生活還是要十三 當然天 天還要看什麼天 如果你要色界天 還要有慘定的功能 那如果要解脫 那就不只是這樣 要斷煩惱才可以 那年天到不用斷煩惱也可以啊 煩惱不要太重就好 有煩惱是沒關係的 不障礙你升天 也不障礙你作人 但是你不要有 不要有初衷的煩惱 傷害你的行為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解脫 一絲煩惱都不可以 你要成果 那不是沒有煩惱就好 還要有很大的慈悲 很大的職位 那就不一樣了 所以你要累積就不一樣了 好 那麼這裡講到 這裡講到 那麼所以他九修善根正無愛之 那麼 九修善根是自己 未來要度眾生的資料 那麼正無愛之 是未來要 因為你要跟眾生說法 你沒有事無愛之 你怎麼說 你說的人都聽不懂 對不對 聽懂了做不來 你又沒有這樣子做 對不對 運用不上 運用不上 那 就算 就算你很會說 可是 對聽的人也作用不大 對不對 第一個我聽不懂 第二個我聽懂了 沒有真明白 我知道你在做什麼 但大概知道 我具體也不知道 那知道了我也做不來 運用不上 那沒有用啊 對不對 所以他必須要我事無愛之 那這個是在度眾 這個是菩薩或佛 他在度正生用的 那麼阿羅漢不用啊 阿羅漢只要知道 怎麼自己 怎麼自己斷斷就好了 那別人這不知道沒關係啊 是不是 就好像醫生要跟病人講 你這是什麼病 那你要怎麼做 要講清楚嗎 你講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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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你告訴他這樣 那麼 他回去不是這樣做 聽錯了 或是聽不明白 那麼 他做錯了 他藥效能不能達到 所以會誤會 或是誤解 那這樣 這樣這個藥 就可能沒有藥效 或者是這個藥效會減半 或者是 反而會有產生很大的副作用 所以 他有這個 九修善根跟正無愛之 那菩薩 基本上 都具有這樣的能力 因為要度眾生 那現在開始講 他說 這個文書菩薩跟佛說 我已經 過去 九修善根 而且正無愛之 文佛所說 極當信授 所以 他親親過那麼多佛 那麼 照理講佛說的 他就應該 不但相信 相信接受 信授是 相信 而且受辭 受辭就是 你會謹記在心 所以我們說信授奉獻 有沒有 歡喜信授依教奉獻 那簡單講說 就信授奉獻 就是 你修的法 你修的法 你從佛那邊聽來的話 你了解他的整個道理 那麼你會歡喜信授 因為你了解 了解才會生歡喜 如果不了解 會生疑問 會三條線 是怎麼回事 你會不知道 那麼了解的 哇 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然後我應該要真的要這樣 歡喜 歡喜怎麼樣 回去就這樣做 就記起來 那你不了解的 印記記不了 三天就忘了 你信不信 不知道 你不歡喜的 你也不會去記 不歡喜的 你不會去記 不了解的你記不來 是不是 我們學習慕法是這樣的 那所以 所以歡喜信授 基本上是你了解 那了解什麼呢 這個我們也可以講一下 我好像不是在講地藏劫 沒關係 慢慢講 我們從地藏劫裡面 我覺得這些都很重要 我跟大家講 地藏菩薩不會怪我 因為我講的都是佛 一般來講 因為如文書菩薩這樣講 到底講我聽的應該歡喜信授啊 這個歡喜信授裡面 通常是如是我文 不管怎麼聽啊 不管怎麼聽啊 就 **** 然後後面就是歡喜信授 這個我講清堂leme會講 一教奉行 有時候簡稱叫做歡喜奉行 那這個 rzeczywiście是很重要的 相信受辭 然后照着相信这个法 这个里面的法 那这里面通常就是分三个 里面这么多经文 里面这么多经文 不管什么经 金刚经 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 不管什么经 它通常就是三部分而已 叫做道理 道路 跟道德 通常就是三部分而已 这个很容易记 你回去看那一本经都有 包括地藏经也有 那么道理就是修道的 修道的理论跟宗旨 就是我们说这个道 道有哪三种道 刚才讲的 哪三种道 人天道 解脱道 菩萨道 他的这个宗旨 就是你要升天 你要做人下辈子幸福 美满 或是你要升天 或是你要往生 净土 那么不一样 或是你要 这个是你的宗旨不一样 那么你要解脱 出三界 或是你要成佛 这个宗旨不一样 修道的理论跟宗旨 就是为什么要修道 修会怎么样 不修会怎么样 那么修有什么好处不修 后面会讲 那么修道的理论跟宗旨 比如说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你要升天 那升天要修什么 师戒升天 要布施慈戒 那么你才能升天 所以要发真上身心 要发真上身心 然后要修五戒十善 那你就可以升天 原因果 就是你发这个心 总熟通 你发这个心 然后修这个血 得这个果 他有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里面 那么他有一个宗旨 就是修道的宗旨跟理论 那么道路就是好 那如果我要升天 我具体要怎么修 比如说修道的赤地跟方法 修道的方法跟赤地 但是有 赤地 比如说师戒升天之法 那我要怎么布施 用什么心来布施 我要持戒 是要持哪些戒 比如说我要行菩萨道 行菩萨道要六度四射 那么第一个要做什么 布施 第二个呢 持戒 第三个呢 忍路 就有一个赤地 他要怎么修 他有一个方法告诉你 那比如说 那么这个理论里面 那么比如说你要行菩萨道 三星行六度 是哪三星哪六度 那第一步要怎么做 第二步要怎么做 就有一个赤地 有一个方法 那比如说你要修订 那么修订 比如说有很多种方法 四十月初 有很多种方法 好那你要调哪个 跟你相应的 好我要关东西 那怎么关 那也有很多种方法 那你要关出席还是关入席 那你公不了 接下来你可以数席 数一到十 数出席还是数入席 差别在哪里 这个就是方法 就是赤地 那公完了呢 接下来会怎么样 就一步一步教 这个就是什么 它的方法 赤地跟方法 方法和赤地 修道的方法跟它的赤地 这个叫道路 那么由这个路 那完成这个道 这个道的呢 另外就是道德 修道的殊胜跟功德 那大圣经典很重视这个 就是你照这个做了 你会得到什么 得到什么 然后你送完大贝之后 会怎样怎样怎样 就类似像这样 布施有什么功德 职解有什么功德 就讲这个 修道的殊胜和功德 功德就是作用 会在你的内心产生什么作用 会在你的生活产生什么变化 会对于你现在的生命 以及未来的生命 以及你周遭的人 产生什么好的影响 功德是好的 对自己的心有好的影响 对于别人有好的影响 对社会 对这个世界 有什么好的影响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你都明白了 你都清楚了 你都了解了 你就怎么样 生欢喜 你就生欢喜 欢喜就是表示你赞同 对不对 你认同 你会是怎么样 相信 而且怎么样 受辞 受辞就是 你会依教奉行 好 今天开始我就这么做 知道听了一场 听了一场 那个健康的演讲会 或是投资的 你会很好 你开始拿钱投资 对不对 一了解你不了解 都不太清楚 你就很谨慎 不敢 那我们休息是拿什么投资 拿密投资的 是不是 是啊 这一生拿这个一生的命来投资的 是不是 那如果不清楚 如果不清楚 那比如说要吃素 出了家 就这个不能做 什么都不能做 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那不是冤枉 对不对 那一辈子都在做这种事 结果做完了才知道 一场空 什么都没有 那不是冤枉 不是胡理无土的 不是的 结果也是这样 这个是 那么所以一样 你欢喜之后 你就 那这状态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看 所以他这里讲 这个文殊菩萨说 文佛所言 极当信受 他照理来讲 他那个智慧那么多 他亲近那么多佛 他又得色乎爱知 他又九修善根 哪有可能 佛说的话 你不太相信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他说 他说我已经是 过去九修善根 正乎爱知 文佛所言 极当信受 他的意思要引申出来 那佛解释 他说我是没有疑问的 佛马上讲 我是马上认同的 没有疑问的 但是 但是 小果 就是声文或是 就是从菩萨道来讲 声文是小果 菩萨是大果 成果是比较大果 这大的果报 就比较殊胜 所以叫大胜 那么声文 声文就解脱到而已 他自己解脱就好 别人解不解脱 声文不是不渡众生 随缘渡众生 声文是随缘渡众生 我讲你要听 那最好 你不听 那就算了 这就好 我就不讲 随你 你高兴怎么样 就怎么样 他也不管你 这个是比较深 菩萨就不是这样 菩萨是 我讲了 你会听 最好 你不听 我就想办法 让你听 你不懂 我想办法 让你懂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那 现在我观察音源 你之所以不懂 或是你之所以不听 要不就是 你的善根不足 智慧不大 我就想办法 让你培养智慧 要不就是 我的善巧不够 我不太会讲 讲得不清楚 讲不到你的心里面去 所以我就训练 我的善巧 要不就是 我也有善巧 你也有善根 但是我们彼此之间 没有善缘 所以 我讲了 你不容易听得懂 像 陈东老母 他是有善根的 他这一生可以解脱的 佛是有善巧的 但是 他就怎么度 陈东老母 做不到 我会观察 跟他没善 叫谁去 阿难 阿难去 讲了三两句话 你这就解脱了 彼此有善缘 所以 那菩萨的话 僧文的话 僧文的话 我跟你讲 你不听 我就算了 菩萨的话 要不 增长他的善根 要不 增长自己的善巧 要不 增进别人的善缘 那不一样 那不一样 那你不是一个两个 你是所有的众生 所以 菩萨伟大在这里 那我们有时候 讲话别人不听 要不就是 我们讲的不明白 讲的不够善巧 要不 就是 他的滋味还没到那 他的善根没到那 你不要勉强他 叹气啊 你是遇到很大的问题 那如果 就是 要不就是 你要增进彼此的善 那怎么增进 那怎么增进他的善根 就是想办法 善根就是想办法一直讲 因为也要全手才会产生作用 那没有的话就表示善于忽于 要增进彼此的善理 先不要讲道理 先为他好 让他感激你 做到他认可 他认可你的时候 他认可你的时候 很累喔 菩萨道就是这样啊 不然你以为喔 我告诉你 帝藏菩萨就做得比较多 他不是不信你而已 他还回合过来的善爱 但是即使是这样 帝藏菩萨 你看到后面就知道 说三天 讲很久 他才愿意走两步 才走两步 他就退回去十几步 你会被他气死 但是 帝藏菩萨不会 不会 这个真的厉害 老实讲 我们凭良心讲 我做不到 真的 我讲三次 你不要 我就算了 没有那么多生命 折磨不起 但是这样的心态 老实讲 菩萨道不可以这样 但是你也不要一下子 慢慢扩大 先增强自己的命 然后增进鼻子 你一下子你都不会游泳 看到人家在风救里都跳下去 他本来没有沉那么快 因为你跳下去抓着他 他沉下去更快 真的 你要度人到部分都被烦恼度走 所以你要想自己有没有这种能力 没有 没有菩萨 还是要做增强自己的能力 让自己有这种力量 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实这个是很现实的东西 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抱负决心 真的 还是要寻菩萨道 好 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说 小果生闻 天龙巴布 即未来是诸众生的 为这一些人 那么虽闻如来 诚实之人 如来是 实于者 如于者 不忘于者 不义于者 他讲这样 就是这样 他没有讲虚妄的话 所以他说这样就是这样 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狀菩萨度的众生 连佛 都没有办法真正知道 那刚才已经讲了 但是这样讲会让人家怀疑 对不对 那么所以 他说 避怀疑惑 设死顶受未免其霸 顶受就是顶待受持 就是完全受持 但是 我是相信佛的话 犯事就有犯事了 就是我觉得 因为他不了解 他不能理解 那这样 这样不是会有什么问题吗 会有这样的事吗 我相信佛是诚实 这个我们不会怀疑 但是 但是佛说这个话 让我不能理解 就好像 布斯尼王有一天 听到有人跟他说 佛 世尊说 我们因为有爱才有痛苦 没有爱就没有痛苦 布斯尼王不能理解 他马上跟他的太太 皇后 谁啊 莫利夫人 莫利夫人学 我学得很虔诚 智慧很高 莫利夫人智慧很高 他马上跟莫利夫人说 你师父 佛啊 世尊人 人家归世尊人 他说你师父 听说你师父 跟人家这样说 有爱才有痛苦 没道理啊 我们就是因为没有爱才痛苦啊 对不对 有人爱我怎么会痛苦的 没有人不爱我才痛苦啊 有爱才幸福 对不对 一般也是这样讲 有爱才幸福 没爱就痛苦 佛陀是诚实 而且是有智慧的人 这个我知道 但这样讲 跟事实不符合啊 这样讲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人家传错了 应该是没有爱才痛苦 有爱就幸福 他说 有爱就痛苦 没有爱就不会痛苦 这没道理啊 他想不起来 他想不来 他就跟莫利夫人讲 说 你师父这样讲 是真的你师父 都这样讲吗 因为他很少就听见 莫利夫人也常去 你师父真的会这样讲吗 这个像你师父说的话吗 莫利夫人说 是的 这个 这个 确实是我师父说的 然后他就去问 然后确实 佛陀也这样讲 没有错 确实是 他就说 他就跟莫利夫人说 你去问看看 你师父是真的有这样讲 他就问 是的 佛陀就有这样讲 那佛陀为什么这样讲呢 莫利夫人就跟他讲 说国王啊 你爱不爱我 哎呀 那 你越爱我 如果有一天我身边 你会不会痛苦 会啊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呢 你是不是很痛苦 是不是有爱就有痛苦 对啊 因为有爱就有爱违离的时候 有爱就有爱 不在爱的变化的时候 无产嘛 无产不苦嘛 是不是 你越爱 当那个东西产生变化的时候 你就越痛苦 是不是 你今天 你今天一个鸡蛋掉到 掉到地下 你只是哎呀好可惜 一下子就不苦了吗 一刹那苦而已 你今天一颗珍珠这么大 掉到地下睡了 那个就不是一下子苦哦 对不对 那一样啊 你今天 你今天这个 这个一条面包丢掉了 哎呀 气一下 你今天一个钻戒丢掉了 三个月睡不着了 我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你越爱他 等到他变化 或是他失去的时候 你就越痛苦 所以这样是不是越爱越痛苦 你爱不爱你的儿子 哎呀 你爱不爱我 哎呀 你爱不爱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那头马 他有一个爱马 一样 你爱不爱你那个将军 你爱不爱你的人民 对啊 然后当他们变化 或当他们不如你 不如你所期望的时候 你会不会痛苦 那么所以 是不是有爱就有痛苦 是啊 我原来是这个意思 听明白了就知道了 不然他会觉得 这样讲没道理啊 我相信佛 是诚实语 可是这样会不会让人家误会啊 佛会不会讲错啊 佛就算不会讲错 可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也会像这样 那现在讲 佛讲 这个地上菩萨所顾的众生 就算佛 也没有办法算清楚 这样 这样一般人家真的是 也会觉得 这样说 不敢说佛说错 但是我觉得不太对 不敢说你错 但是我是不太认懂 我认为像这样的 所以未免心棒 假设你顶拜受识 你不会怀疑我 你不怀疑我 但是你会觉得 我觉得可能不是这样 那么唯愿是尊 所以 为什么地上菩萨功德那么大 他度的众生 他的那个能力 连佛都没有办法 知道他会度多少众生 所以希望 希望唯愿是尊 广说地藏菩萨 大菩萨 因地做和谐 立和愿 而能成就布施一次 好 我们现在要注意一件事 所有的大圣经典里面 只要讲到菩萨书胜的 或是佛书胜的 他一定会讲一件事 讲什么事 他的因地 他做了什么 发了什么愿 做了因愿而行 一定讲这个 你看我像说经典也是一样的 那么只要讲到大圣菩萨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大部分都没有知道 没有从这个地方下手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读地藏经 就只是 什么叫做地藏法门 很多人修地藏法门 观音法门 净土法门 迷陀法门 那普贤法门 文殊法门 都是什么 念他的经 念他的名 然后拜他就这样 不对 这样不对 这样不是地藏法门 很多人修地藏法门就念什么 念地藏菩萨圣号 然后拜地藏菩萨 在地藏菩萨点 前面点灯 共花 咁香 共火 共亚地藏菩萨 礼拜地藏菩萨 赞叹地藏菩萨 持诵地藏菩萨的名号 念地藏经 诵地藏菩萨名号 那么如果有在念什么 灭定念真远地藏的座 那观音法门 念普门品 念观音菩萨的圣号 念大悲座 那净土法门 念阿弥陀佛 念无量寿经 念往生座 不是这样 这个不是净土法门 不是地藏法门 不是观音法门 你看 所有的菩萨 不管是以成就的菩萨 大圣就是菩萨 以成就的菩萨叫什么 菩萨以成就是什么 叫做佛 那么比如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屠杀的时候是什么 法藏 法藏菩萨 他的因地 他一定讲他的因地 然后这个是果 那么为成就的 当成就的 当成就的 就比如说地藏菩萨 以成就的当成就 当成就的菩萨 那么成就是成果的菩萨 那么这个是什么 比如说地藏菩萨 那么你看看 比如说法藏菩萨 无量寿经一开始就讲 法藏菩萨发了什么愿 他因为什么会发这个愿 他发什么愿 发愿完之后 他如何医愿修行 古节思维之后 为了要成就这样的一个殊胜 让众生修行 他又无量节修行 只是他没有把修行的 整个过程说出来而已 无量节修行 但是他不离开 不离开什么呀 六度四射 那么所以他一定有因地 因地一定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他的愿 一个就是他的行 行愿 所以 行跟愿 那么基本上行是一愿而行的 一愿而行 这个是一 这个都是一 这个都是一 那么最初的发心 最初的发心 那么依着这个发心 所必须成就的 那么他去做 他努力去做 做完了圆满了 成就了 再把他所成就的 拿来利益中心 比如说好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好 那我要宏法立身 假设 我要宏法立身 那宏法立身 你要深知到法 那你要怎么办 你先发这个心 我要宏法立身 那你要了解法 你讲出来才有用 那讲清楚 讲明白 不会讲错 那怎么办 你要学习 要多久的学习 要看你 有没有用功 过去有没有术士 三年 六年 九年 十年 二十年 是不是 那学习好了 那你医院 那开始宏法立身 一样 他中间要累积的 一样 那菩萨道也是 要累积什么 累积善根福德的医院 那所以 所以 像 不管是菩萨道 大圣的经典 你看普文帝也是 他都会讲他因地 那地藏亲 你看他现在开始讲 那地藏菩萨到底他都是怎么修行的 才有这样的成就 有这样的成就 才能利益那么多的众生 你看到他利益那么多的众生 他是怎么修的 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 叫你学啊 那你不是 他那么样的成就 我念他 他就把他的修行给我 不可能 如果可以 那念释迦佛 释迦佛我也给他 就这样 那念释迦佛就好啦 那释迦佛你念释迦佛 提伯达多不是有念吗 那为什么释迦佛不帮他 阿朗是他的使者 他念释迦佛就好啦 罗霍罗是他的儿子 他是他的亲生儿子 他也要自己修啊 他只能告诉他怎么修啊 你看啊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 千万不要说我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千处七九千处月 人家是告诉你 你要学习 哪里有 哪里众生有痛苦 你就去帮助谁 你不是你念观音菩萨是 我什么时候有痛苦 你就什么时候赶快来 是啊 哪里是这样的 你以为他是送快递的哦 不是 所以我们误会菩萨大王 误会净土王 误会地藏王 误会观音菩萨 不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药师金也是一样 他是讲药师佛 他发了什么大怨 然后他发这个怨之后 他怎么样修行 成就才成果的 所以他现在有这个能力 来帮助人 来引导人 那不是说他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只要拉着他 我就可以得度 不是这样 他只能告诉你 你的苦在哪里 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你要从哪个方面去解决 可以彻底解决问题 你要照着做 要不然哪有办法 没有办法 所以他这里讲到 他说广说地藏菩萨 因地做和谐 就是他还 他还没有这样成就之前 他是怎么做的 才能够有这样的成就 立和愿 所以行愿行愿 普选行愿品也是在讲这个 就普选 一样你看都是讲这种道理 而能成就不失于事 才能够会有这样的功德 不失于就是 功德大到你没办法说 不可思不可意 像连佛都没有办法完全说明白 意思就是 即使是形容子 形容他功德非常的殊胜 那么 时间到了 那时间到我们就转到这里就好了 后面还有很多讲的 慢慢讲 好 我们大家合掌合相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不及于切 不及于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臣佛大 皆共臣佛大 我们下期待